好了,這條短片其實就是想告訴大家 它跟剛才那題有一個地方是不同的 就是這個位置 這題12.7這題目 它就說Goodwill是重新評估之後 是由它本身這裏20萬變成0元 20萬變成0元 就是它本身是有一個相遇 有一個挺好的相遇 變成什麼都沒有 0 這個說法其實跟我們之前做的 第12.3這題目其實有不同的 這裡是說Goodwill有6萬元 是開完再生 其實我們是 即是Goodwill把這6萬元 將它隱藏在這間公司上 其實它有這個相遇 不過我們不顯示出來 它有,不顯示出來 可以嗎?聽不明白那句說話 有,我不顯示出來 可以嗎? 但這個情況就是它沒有 現在是沒有相遇 零了 又20萬變成零了 不知做什麼 在這個情況下 做法是有不同的 因為如果我們是有Goodwill 我不顯示出來 我們做Goodwill Adjustment 就是先開 好像剛才這樣 我們將這3萬元 先分給舊的夥伴 按住他們舊的 Profit & Loss Share Ratio 分給他 然後 當我們要Close Goodwill Account 就去跟回現在新的 Profit & Loss Share Ratio 按回 2比2比1 可以扣回他們三個夥伴 Jimmy、Kenny、Sophie 的Capital Account 這樣做 可以嗎? 但如果它是這個情況的話 我們就不會在Capital Account處理 我們會怎樣處理呢? 我們會進入Revaluation Account 我現在會講一下這條題目 首先我們把題目的重要的東西 我已經全選了 你看到 我們說 今次就是因為 2016年的時候 Chang加入這間公司 所以我們就要做Revaluation 然後 在未加入之前 其實A和B 我們簡稱A和B 舊的Profit & Loss Share Ratio 其實是3比2 舊是3比2 好了 現在 他就有個C這個人 Chang 就會扔20萬進來這間公司 然後 我們 做Revaluation的時候 發現 Planet Machinery 是升值了的 由18萬變成20萬 18萬變成20萬 好了 之後 Inventory 就是減了值的 由19萬6千 就減值了 變成19萬 可以嗎 19萬 之後 Goodwill也是減值的 由20萬變成0 他不是再說一次 很長氣都要說 他不是close過Goodwill account 他是由有變沒有 所以我們當作Asset這樣處理 20萬會變成0 20萬元 然後 題目就要你開回這三個Tia account 好 我們首先開Google account Google本身有的 他本身 現在 我們是2016年1月1號 是 有人加入 所以 我們 全部 都是說 那天 的事 好了 那這裏 由有 20萬 變沒有 那沒有 又沒有了20萬 好了 那這裏 我們是會怎樣處理 這裏寫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他會一下子 由商譽 由20萬變成0 因為 他要減值 Goodwill 減值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又重新評估 對不對 Revaluation 那所以我們 這裏 我們會入回Revaluation 收工 做完 那我們 即是不會入bounce Carry down Carry forward 因為他已經不會再出現 這個Goodwill 沒有了 去到下一個月 然後 我們在這個位置 開Revaluation 我們 credit了Goodwill 我們就要做回Debit Revaluation 對 我們就在2016年的1月1日 我們就寫回20萬 Goodwill 其實我們呢 我也心急做這一步 其實呢 開Revaluation account 之前教過的 先記錄了這些東西 Asset 升值 入哪邊 Asset 減值 入哪邊 你看到的 現在Goodwill 他減了值 他自己的帳戶 就credit了 那Revaluation account 就要debit 所以這邊 就是 逢所有asset 減值的 入這邊 debit side 升值的 就入到credit side OK 好了 然後呢 我們就看回題目了 他 跌了的 變成值的 除了Goodwill之外 還有Inventory 記錄回Inventory 好了 升值的 是Plant and Machinery OK Plant and Machinery 好 2016 Plant and Machinery 好了 然後呢 將個差額 就寫回去 你看到 Plant and Machinery 由18萬升值到20萬 即是 中間是升值了2萬元 2萬元 我們會入到這裡 2萬元 然後呢 Goodwill減值了20萬 進了這裡 Inventory 就是 由19萬6千 減值到19萬 所以這裡 少了6千元 那麼我們呢 就寫回6千 好了 同學還記不記得 當我們做Revaluation 做到尾的時候 我們發現兩邊的數 不BAR的時候 會入到什麼帳戶呢 答案就是 入回到 Capital帳戶 可以嗎 第二步 入到Capital帳戶 OK 好了 我們就按回 之前 他們的舊的 Profit and Lodging Ratio 這個人呢 是佔三份 這個佔兩份 我們呢 中間的Difference 的數是18萬6千 那他就要佔三份 的 那就是那個數呢 就是111600 那這個人呢 就是五份當中 就要佔兩份 就是74,400 那兩個數加起來 就是18萬6 好了 好了 Revaluation account 我們又做完了 重溫一次了 開Revaluation account 我不言其凡地說了 第一步 先說了 一些償值的 減值的入這邊 償值的 升值的入這邊 那就反過來 如果利益率是增加的 我們入這裡 如果利益率減少 就入這裡 OK 好了 然後第二步 就是把他們的差額 就放進去 就不要入個實數 不要入個實數 就是你不要 Goodwill入個零 是錯的 是說的 當中的Difference 增值了多少 減值了多少 進去 最後第三步 就是入個Capital 按照O O 去處理 好了 最後 真是最後了 真的要開Capital account 那Capital account呢 我們有A B &C A B &C 好了 然後呢 我們就看回 它本身 它的Capital balance 那 O 和B A和B 就是40萬和30萬 那我們呢 就入回 Balance Bot Forward 如果深水清的同學仔呢 應該會記得的 我們呢 就是 逢真搞這些Capital account 第一步 就是Balance Portfolio 第二步 就做Goodwill Adjustment 然後呢 第三步 才處理那些 Admission Retirement 那些東西 對不對 但是 剛才都說得很清楚 這個不是叫Goodwill Adjustment 它是將那個Goodwill 是減值了的 所以呢 大家呢 不要做些這麼愚蠢的事 就是你看到條題目呢 由20萬變零 你就以為 closeGoodwill account 哦 那阿sr教過嘛 那如果我們要弄走一個Goodwill account 那我們要進去這邊 按照新Profit and Law Share Ratio 那現在呢 是多少 Profit and Law Share Ratio 是 找一下 有沒有說 這麼古怪呢 他沒有說 我假設 當它們 就是大家平均分配 就是1比1比1 那我就把20萬分三卡 這樣各自扣到Goodwill account 這個真的是錯的 可以嗎 現在不是要CloseGoodwill account 說了N這麼多次 現在只不過是 由右邊沒有的 OK 好了 我真的不再說了 如果我再說 我就 真的很沉氣 好了 我們這次不做這個步驟 然後呢 我們呢 我們呢 就只需要記錄回 剛才這裡呢 我們是不是這裡呢 入了這兩個數啊 那我們呢 進回到Capital Account A的11168 11168 錢從何來啊 Revaluation 好了 跟著呢 這個B呢 就是74400了 好了 跟著呢 這個題目呢 就是 他這個人呢 錢是拿了20萬進來的 所以是一個Admission of Partner 來的 那所以Admission of Partner呢 那我們呢 這裡呢 就說回他 投資多少錢進去啦 20萬 這樣 那跟著呢 就做完了 這個題目 40萬 30萬 20萬 那這裡也是啦 40萬 30萬 還有20萬 還有20萬 搞定 那這裡呢 我們呢 就會 寫回 31都可以的 Balance Carry Done 那我們呢 就把那些差額呢 的數值呢 就抄下去了 嗯 是不是 跟著就 288 400 這樣 這樣 做完了 可以嗎 那這些題呢 呢 第七題呢 就已經呢 說到這裡了 那我不說 我不做總結了 因為呢 如果說總結呢 我又要說回這個位置 我剛才已經不再說 的嘛 所以呢 我在這裡呢 就收聲了 到此為止啦 那種 呢 我